臉打花了 徐晓鑫蹲補许淑樊投球 你真的没看错 10月30号 北市议员率团视察大巨蛋 双叔还能笑呵呵组头部搭档 但因为这个男人火药未见 徐晓鑫昨天在受访的时候说 因为我帮徐晓鑫站台 所以他心里有点觉得圈圈叉叉 整体事件导火线 也就是徐晓鑫四号在直播中 自曝李正浩现身许淑樊造势场合站台 要成为十年好友的徐晓鑫 真的欺诈了怒退追对方 互相追踪一些IG或什么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 好像没有必要去看他的生活 所以当然就把它简化一点 断舌离 李正浩 徐晓鑫两人过去都是 国民党草鞋联盟的发起人 如今正式决裂 我发自内心的 真心的帮徐晓鑫加油 我应该要兼具我身为一个人 该做的事情 以及我在身为一个工作人物 对于社会应该要有的责任 他跟我说加油 那我也可以理解他的处境 在民进党内非常的艰难 所以我也尊重他 那祝福他在民进党 发展能够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好友彻底撕破连 李正浩跟剧透跟许淑樊 后续还会有合作精细 政治口水倒是不用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 有交朋友的一个空间 那也不需要因为这样 然后就封锁他 或者是这样子酸他 台开2020年北市一级战区 松信区立为选举数据 当时费用泰拿到85,082票 占了46.28% 而许淑樊 79057票占了43% 两人票数只差距2.72个百分点 这次许淑樊卷土重来 与许晓鑫的双输厮杀空战先开打 继续黄瓶和同样云测入不到